枕边经典,睡前陪你重温 嗨,晚上好,这里是枕边经典,我是尼巴 今天晚上要为您带来的是 十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 让思想更有深度 首先来看著名哲学家亚历士多德 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亚历士多德在他的著作《行而上学》当中的第一句话是 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 亚历士多德用这一格言来说明哲学的起源 与这一句格言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 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 亚历士多德解释说 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 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 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的 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 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 诧异就是好奇心 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 知其所然的好奇心 对眼前的一切现象 比如说日月星辰 刮风下雨等等感到诧异 然后就一点点地去观察 去推进 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哲学问题 除了闲暇以外 从事哲学活动还必须要有闲暇 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 哪里还会有时间去诧异呢 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饱 哪里还有心情去探究 近乎奢侈的哲学问题呢 在古希腊 哲学家多为贵族 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 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 亚利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 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 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 但是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 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 有很多爱好哲学的朋友经常问这样的问题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很难回答 正如亚历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求知是人的本性 人们为了求知而求知 为智慧而智慧 而不是一心想在哲学思考以后 得到另外的东西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说 如果非要追问哲学的用途 我宁愿说哲学无用 有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说 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 苏格拉底问他 你究竟想学到什么 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 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 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 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 青年无法回答 苏格拉底想用他独特的这种助产术 来启发这位青年 哲学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 还有一个故事说 一位哲学家与船夫正在船上进行一段对话 你懂哲学吗 不懂 那你至少失去了一半的生命 你懂数学吗 不懂 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个巨浪 把船打翻了 哲学家和船夫 都掉进了水里 看着哲学家在水中 胡乱地挣扎 船夫问哲学家 你会游泳吗 不会 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这样看来 哲学真的没有什么用途 关键时刻连命都救不了 还不如去学习一项具有实际用途的技能 但是 求知是人的本性 人类不会先衡量一门学问 是否有用 再去决定是否继续思考下去 同样 哲学也不会因为有用和无用 而被人类有所取舍 实际上 你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 人说到底就是 哲学的存在 所以说 哲学永远不会消亡 因为人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 再来看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知诺 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 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 圆圈里面是已知的 圆圈的外面是未知的 你知道的越多 圆圈也就越大 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知诺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 是埃利亚派的代表人物 巴门尼德的学生和继承人 知诺素有悖论之父之称 他有四个数学悖论 一直传到今天 他曾经讲过一个知识圆圈说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一位学生问知诺 老师 你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 你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的正确 可是你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呢 知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个一大一小两个圆圈 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 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 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 我的知识比你们多 这两个圆圈的外面 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 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 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 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在这个哲学故事当中 知诺把知识比作圆圈 生动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 这个故事表明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 接触和思考的问题越多 就越觉得许多问题不明白 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 相反 一个人缺乏知识 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低 就越觉得自己知识充足 其实发现自己无知 正是有知的表现 而骄傲自满 则多半出自于自己的无知 庄子不是也说过吗 无声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知识的海洋 是浩瀚无际的 而人们已知的部分 总是极为有限的 这正像圆圈内部 与外部的关系一样 知识越渊博 所接触的未知面 就越广泛 疑问也就越多 反之如果知识越贫乏 接触的未知面 就越狭窄 疑问自然也越少 只有什么也不懂 不学无数的人 才不会感到自己的无知 这岂不是最大的无知 好了 今天就先为大家分享 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 后面还有八个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慢慢地分享出来 感谢关注微信公众号 整编经典 好了 听吧文章 如果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 说出你的看法 最后一首歌曲 带你入眠 晚安 好吗 打开一扇窗 就拥有一缕阳光 开启一扇门 心胸就宽广 翻阅一本书 就拥有一片宝藏 点燃一盏灯 生命就充满希望 学会求知就有力量 学会追求就有梦想 学会学习就会美丽 却心是人生的坚强 却心是人生的坚强 打开一扇窗 打开一扇窗 就拥有一缕阳光 开启一扇门 心胸就宽广 翻阅一本书 就拥有一片宝藏 点燃一扇窗 生命就充满希望 学会求知就有力量 学会追求就有梦想 学会学习就会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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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追求就有梦想 学会学习就会美丽 学会学习就会美丽 学会让人生的坚强 坚强坚强坚强 坚强坚强